今天呢,我们讲这个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 Angela Friedrich 他呢,于2018年这个Nature Human Behavior 这个创版的第一期的一篇文章 那么呢,叫做这个语言、思维和这个大脑 本文呢,就讲人脑这种复杂的 这种语法结构的这种处理的神经机制 那么为了这个能够理解本文呢 我们先讲什么呢 他在2016年在Nature Review Neuroscience上 发表了关于这个人个体的这种 就是听语言、听觉语言 这种脑处理 还有这个人语言、神经系统的整个个体的这种发育 先讲这部分内容 然后呢,你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本文所讲的这个 人大脑是如何处理这个复杂的语法结构呢 那语言呢,我觉得是人的这个灵魂 它呢,区别于动物的这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语言 那为了以后能让你的这个AI啊 你的机器人能够具有思维 能够具有灵魂 能够与人沟通 那么呢,你就不可能呢 就不引入这个人脑对语言的这种处理的这一套神经的机制 那下面呢,我们就具体讲一下这个证文 我们先看这个Figure S0 那么呢,声音呢 我们说它是由这个耳窝的这个听毛细胞听毛神经员 它呢,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的频率来进行接收 然后呢,进行往上行的往上传 首先经由什么呢 Cochlear nuclear就是这个耳窝核 然后呢,再经由这个Superior Olivia nuclear就是上橄榄核 然后Inferior Colliculars下丘核 然后MGN中西体 然后呢,最后就传到哪呢 就是这个人脑的CortezP乘 这个Temporal Lobe的这个A1区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初级这个听皮层这个区域 那A1这个神经员的放电呢 它的表达呢,它只表达一种声音形式的这种information 此时呢,还没有这个语言形式的这种feature 那你如何是通过这些声音来理解这些语言呢 那我们就得看这个Figure S1 那么呢,这个B41和B42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初级这个听皮层A1E2 那首先呢,它先做这个第一步 第一步叫啥呢 叫做识别这个Phonological Word Form Phonological呢就是声音的意思 这个整体的Phonological Word Form呢叫做音词形 那也就是啥呢 就是你把你听来这些 就是上传过来这些声波的这个波形的这个信息啊 你把它切成啥呢 不同的这种音数 Phonom 那这个什么叫音数呢 我们知道这个单词呢 它是由这个,比如说英语呢 只是由原音和辅音构成 比如说My name is Chifon 那个My呢就是摸爱卖 摸呢就是辅音 爱呢就是原音,它是双原音了 那么呢,这个就是那些就是所有这些原音呢 这个辅音呢 它们都是这个音数 那我们知道这个声音音数呢 你可以想象啥呢 它是声音的元素 你可以把它想象啥呢 就是形象的表示就是音标啊 或者拼音,比如汉语 呃,里边的拼音 或者是,呃,英语里边的音标 你任何一个这个汉语和英语都可以通过这些音标 来把它表达出来 或者通过声音呢 呃,或者通过拼音呢 把这些声音呢 汉语的声音呢就表达出来 那这个第一步呢 就是那小圈音呢 它就是把这个通过这个声音的波形 然后把它切成很多音数 可能根据你这个啊 音调或根据中间这个pause 停顿来把它切成这些音数 或者是原音辅音 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你把这些原音辅音的这些音数啊 按照这个,呃,Moffer syntactic 啊,这种规则就是形态 Moffer就形态嘛 Synthetic就是词法语法 就是按照这些形态和这个语法 的这种规则呢 把它category成啥呢 这种声音形式的这种词 比如说,莫爱卖 莫和爱 就是卖 就形成个卖 但它没有意义 你知道它这个 它俩放在一起是一个词 然后内内,莫无母 内母 它俩也是一个放在一起 这四个放在一起也是个词 两个原音,两个复音 然后这个第二步 它主要第一,第二步 就前几步主要处理都是在哪呢 就是 就是Superior Temporal Lobe S 这个 这个就是ST 就是,然后它还分为啥 那个 就是 这啥呢 Temporal Lobe 它分为三个片 然后我们主要在最上面那一片 然后它又分为啥呢 STG和STS G呢代表这个Jerry 就是回 然后S呢 Socket代表勾 那里边有勾和回 那有的在勾上处理 有的在回上处理 就是那个Temporal Lobe 上面那一条上来处理 那么第三 第四步呢 就是来查字典 来找对应的这个意义 它叫做啥呢 Lexicon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Access 和这个Retrieval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这个你有了这个麦 这个声音 那么呢 它就可以在字典中呢 找到这个麦的意义 就是我的 代表我的的意义 比如齐峰这个声音 那在字典里边呢 它就能找到对应到这个一个人 这个齐峰这个人 它是一个人 那么呢 我们知道这个Anterior Temporal Lobe 它的上端呢 就是Superior 这个这端呢 它呢处理抽象的这种语言的语言 比如说一个名词 齐峰 那么这下端处理啥呢 是视觉流的这种高端的这种feature 比如说上边告你 哎 齐峰了 那下边呢它会这个 把它翻译成啥呢 这个齐峰的这种形象 比如说在这个Fusey Form区呢 你可能会看到这个 齐峰这张脸长的什么样 那这是额外的部分 那我们 至少呢 我们知道啥呢 到了这个第四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通过声音 最后知道了这个 齐峰 它是代表齐峰这个Object 那第五步呢 我们就可以将刚才这些有意义的这些词 把它拼成这个短语 叫phrase 所以它这边叫做 phrase structure reconstruction 也就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戴眼镜的齐峰 那这时候呢 你可能就会想到一个齐峰 还有它的眼镜 再比如说啥呢 这个齐峰的儿子 这也是构成了一个phrase 一个短语 它就代表成了另外一个人的 就是那个淘气的这个臭小子 这个奇缘顺 总之来讲呢 这第五步呢 就是加很多词呢 它拼成短语 很多有意义的词呢 拼成 有意义的一个短语 那前面这五步呢 我们可以看它用红色这个表示出来 它是一个bottom up的过程 比如说啥呢 将这个声音呢 由声音呢 你找到它对应的这个意义 它的处理呢 都是在这个大脑的这个左半球 成人来讲 都是在左半球 那第六步呢 我们看它是在右半球 就分别6a和6b 它呢 主要是啥呢 利用这个大脑的这个右半球 而来处理这个韵律相关的这些信息 那主要是啥呢 BS4和这个 posterior 就靠后的那个superior temporal 这个jerry 这两个区 不知道这个弹琴 这个处理是不是在这两个区 就听音乐啊 至少我觉得这个诗歌的这种韵律啊 这种产生可能和右侧这个b 是因为和它有关系的 那从第七步开始呢 它就用了这个蓝色箭头表示 它是一个top down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能有了这些具体的这个单词的意义 你怎么把它重构成一个一长块句子 所想要表达的这种含义呢 那第七步呢 它就是首先做这个简单的这个 语义的一些关系上的分析 关系上的分析 最简单的关系呢 就是phrase 就短语这个几个单词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腿上的眼镜和这个眼镜腿 尽管他们的这个主要的单词都相同 但它表达的意义是不一样 所以这种简单的处理呢 主要是在这个bs45这个区域上 就broker去处理语义的这个区域 就bs45 那么呢 第八步呢 就处理这个复杂的这种语法的这种分析呢 也就是本文我们主要要讲的 它呢可能会用到一些欠套啊 一些地规的这种语法 那它主要是啥呢 那在这个broker的这个bs4到这个posterior stg 这个它俩之间通过这个accurate vesicular 这种白指数进行连接 它俩之间这种来处理 它俩之间的老活动来处理这个复杂语法信息 比如说啥呢 一句话叫做别把眼镜腿放在腿上 那么呢 这个人这个尤其成年人呢 他就会通过这个bs4和这个 啊pstg这两个区呢 他就能知道整句话的这个复杂的这个意义 整句话想表达什么含义 那么猴子呢 甚至一些就是幼儿呢 他就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义 那这个人类语言这个这套神经系统啊 它的这种个体发育 这种也对于我们理解这套这个语言处理的机制呢 非常有作用 那我们就看这个figure s2 那这个在这个孕期28周啊 也就是婴儿孩子妈妈肚子里边 以单词或音速的形式把它切分开 那这个婴儿出生6个月后呢 那么他就可以能够用这个morphersyntactic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形态语法呢 这种规则呢就可以区分 比如妈妈说的话 它是一个动词关于还是一个名词关于 比如举个例子 比如妈妈讲这个牛奶 那他就知道这是一个东西 比如妈妈说吃奶 他可能知道这是一个动作 他要去干这个事情 那孩子一岁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声音呢 来找这个lexicon item的这个概念呢 就可以查字典的下来 查脑子里边这个意义的字典 通过声音变成意义了 比如你说这个 你跟孩子说苹果 你跟孩子说爸爸 那孩子呢知道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而且知道谁是爸爸了 到两岁的时候呢 那孩子就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个phrase construction 比如说他能构建这个短语呢 也就是把几个单词呢 放在一起产生新的意义 那而且呢 比如说 比如举个例子嘛 比如说那个吃苹果 这孩子他就知道这句话很正常 他知道要吃苹果 那比如说苹果跑 那你对孩子说这句话的时候 孩子他就觉得 哎这句话苹果和跑 他不兼容 而且顺序也不对 那孩子可能觉得爸爸 是不是爸爸出毛病了 他觉得这个 这句话很奇怪 到他孩子三岁的时候呢 你测他的这个 EEG 这个脑电图的这种反应信号 你会发现啥呢 这个孩子的这个 anterior temporal lobe呢 他的这个 他是有成年人做这个 freeze reconstruction 这种信号的这种特征 就是 几个单词放在一起 构成一个新的意义 这么一种成年人 这种信号特征 到六岁的时候呢 孩子就开始形成啥呢 这个BXX4 到这个posterior STG 之间的这种 AF的这种白子树的这种连接 然后你如果有了这种连接之后呢 他就可以处理这个非常复杂的语法 他就有这个处理复杂语法的能力了 到了十岁的时候呢 这个BXX4这个Bolka Q呢 他就有非常明显的 像成人那样的这种非对称性 也就是啥呢 那个大脑的左半球呢 他只处理这个语法相关的这种功能 而大脑的这个右半球呢 他会处理这个韵律 那小孩的时候呢 左右还是都是对称的 那本文的证文呢 这个作者首先强调什么呢 语言呢 它不是说话 不是speech 它也不是这种交际 不是communication 语言呢 因为啥呢 它有这种比如说书写啊 比如说手语啊 这些 它都是语言的一种外在的一种 那个外话的一种方式 那我还记得啥呢 就是以前看过 就是说那个聋哑人 他们呢 就是在做梦的时候呢 他们也通过手语这种比划 那我觉得啥呢 像这种手语啊 或者这种声音的 这种外话这种方式呢 它可以使你想表达的 这种隐蔻的一些环境 或者一些事件的这种 这种神经元进行放电 这种放电呢 它一般能持续的时间不长 几秒钟吧 有这几秒钟的这种 持续的存在呢 它能表达一定的这种feature呢 它就能有助于 来做推理来做计算 比如说你想算这个三乘以四 那你就直接啥呢 三四一十二 或者九对八十一 你就直接可以通过这种语言呢 这种放电来从这个memory里边呢 来提取出这个 搜索到这个结论 而不是说神经元进行复杂计算 算出来个十二 它是直接搜索出来 从memory里边搜索出来的一个十二 然后这种计算呢 我觉得是以一种语法的方式 来做这种计算 语法加上搜索 加上记忆搜索的方式 来做这个计算和推理 那作者认为啥呢 这个认为这个大脑 这个语言的处理啊 是一个biological determined computational cognitive mechanism 然后呢 这套机制呢 它能够产生这个 hierarchical的这个structure的这种 表达expression 那我觉得它这句话 你可以这么理解 比如脑呢 它就像一个有基因来决定的 它是这么一个 AI的这么一个神经网络 实际上人 我一直感觉人就是一个机器人 只是非常复杂的机器人 你可以把它是 这个你可以认为啥呢 这个人的这个神经网络呢 它的架构呢 是由你的基因来决定的 然后呢 它里边具体的这个神经网络之间 这个连接参数呢 是由你所处这个环境 和你所经历的这种经验 也就是你的training data 来决定你这套参数是什么样 然后你训练好的这个 或者在训练过程中啊 你这套这个AI这个神经网络呢 它可以应用 它能应用产生啥呢 产生一种叫做 Hierarchical Structure的表达 就是有层次 有结构的这种表达 就是语言 比如说 我是我儿子的儿子的爷爷 那么呢 这里边呢 就有非常复杂的 这种迭代的这种语法 儿子的儿子 然后你就知道 它的结论是 你是他的爷爷 那我还觉得啥呢 这个语言呢 能够带动你的一些情绪 要使你呢 能够产生 或者是抑制一些生物化学的一些分子 比如说那个 你说这个酸柠檬 那么呢 你就会分泌出口水 你呢 也可以通过语言呢 来抑制你内心的一些情绪 来做文过是非 比如说 你可以说这个 我欺骗他是为了他好 或者是我伤害他呢 是希望他早日呢 明白这个道理 不要变得太单纯 这些呢 无非都是巧妙地利用到的语言 然后呢 来降低呢 那些惩罚性的 比如说以前胆检的这种 生化分子的这种分泌 那么呢 语言呢 它最主要的呢 我们应该把它认为 它是一个内在的一种思考的一种工具 而不是啥呢 一种外在外话的一种表达 一种交流 一种说话 这种交际 你呢 不可以把语言呢 当成一件衣服 来装饰自己 这样的话呢 你有时候你连自己都 认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而呢 你应该把语言呢 作为一种思维的一种工具 来提高你的灵魂的层次 来使它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语言呢 使你来明白更多的道理 使你大脑变得更加清醒 更加清晰 这样的话呢 你能更正确地认识自己 认识整个这个世界 这时候呢 你需要的是一种诚实的语言 而不是谎言 尽管它们都是语言 而且呢 这种语言呢 我们说它能够激活 或者意志 这个不同的这种荷尔蒙 这种作用呢 它就啥呢 就是本质就通过这个语言呢 它联系到了这个脑的这种 价值评估的这套系统 而那个真实的世界呢 它本质上呢 可能并没有这些价值的这些区别 比如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块木炭 或者是一块钻石 它本质呢 都是一个碳块 就是化学元素碳 但是呢 就是 你呢 却会人为的赋予这两个东西呢 以天壤之别的这种价值 比如说你儿子讲了一块这个钻石 你可能会兴奋的晕过去了 但是呢 如果你儿子拿一块木炭 那你可能会跟他说 赶紧把东西这个东西扔掉太脏了 所以说呢 这个语言呢 能够帮助我们做推理 帮助我们做计算 帮助我们做评价 它可以呢 给我们展示出世界的 一个方面 语言呢 同时呢 它可以能够 虚拟出一个 不真实的一个世界 或者是 产生出一些 并不是真实的一些价值 这样呢 可以使我们更加开心 或者是使我们非常失落 那这是呢 我对这个 语言的一些生物 或者是哲学上面的一些理解 可能扯得有点远 我们继续讲这个正文 那这个动物有没有语言呢 我们说语言呢 它分为两方面 第一种呢 就是听 第二是说 听呢 就是对声音的感觉 第二说呢 就是自己发出声音 那比如说 你对这个小狗说 万万坐下 那它就坐下来 那说明啥呢 这个声音呢 进入到这个狗的这个 大脑的这个神经系统 然后呢 最后产生了 做下这个一个动作 因为呢 这个小狗呢 它可能这个嘴巴 这个发音的这个能力有限了 所以它可能没有办法 重复说出来 像人一样说出来 万万坐下这句话 但是呢 它这个脑中呢 这一串这个信息流呢 我想应该是可以重复的 比如说狗有时候在做梦的时候呢 它也能会听到这个 比如主人在驯化 梦到这个 尽管呢 做梦的时候 你没有真实的这个声音 或者是图片来刺激它 但是呢 它能会产生同样的这种信号流 然后呢 比如然后 让它产生想做下这么一个动作 所以说呢 这个狗呢 它有这个sensory motor的这个 就是这套机制 这套神经机制 比如说 它听到你一样的做下 它会做下 会产生这个动作 比如说 它看到你把这个骨头 它的骨头给拿跑了 它会冲你弯弯叫 所以它能听到 它也能说 但是呢 这些呢 它都不是这个与人区别的 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那最关键的与人区别 应该在哪呢 就是说 这个人呢 能够产生这个 复杂的这个语法结构 而这个小狗呢 或者是婴儿呢 它却不能 比如小狗或婴儿 它比如在饥饿的时候 它可以 它会吵你叫 或者是婴儿会哭 表达自己饿了 但是呢 只有成年人呢 它才会理解 或者是它 它才会说 这个我饿了 但是因为 比如说 现在食堂没有开门 所以我还不能吃饭 所以说呢 这个人与动物的 最本质的差别在哪呢 在于人 因为有了这个 高尔卡44 这个区域 它呢 能够连接到这个 posterior STG 通过这个AF 这个白指数 通过这个通路呢 它可以连接这两个区域 它来协调 来处理这个 使人能拥有这个产生 和理解复杂 语法结构的 这么一个能力 有了这个能力之后呢 人们呢 才能有更为复杂的思想 也就是说人杂呢 有更为更加智慧 更加智能 那你从这个图 SE上看呢 就是最后那个阶段 也就是那个圈吧 第八个阶段 它那个处理 这个复杂的这个语法的处理 它呢 是人和比如动物 比如和猴啊 这个区别 这个最本质的 最大的这个区别 这个包括人 成年人和这个小孩 最本质的区别 就在这里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小孩呢 学语言学得特别快 像我们呢 像我呢 已经学了二多年英语了 但还不如我孩子 这个五六岁 这两年所学的英语 他比我听得更懂 然后说得更溜 那我觉得呢 这和早期的 有我们看到那个 Figure S2这个图 从第一步到第八步 这个成熟的这么一个过程 不同这个敏感气息 它是有关系的 你三十岁以后 你再学英语 那么你这个 Anterior这种 这个Superior Temporal 这个区域 这块放这个字典的嘛 你通过声音来查字典 看它的具体 它是什么 Augia的对应的含义 那这块呢 你已经用汉语 都已经把这块 都已经字典 都已经写好了 那你现在呢 你也通过改变 这个神经网络 你把一个英语字典 再加到这里边来 这本身呢 那它空间已经并不大了 再者呢 你想加的话呢 你就得通过这个 在已有这个网络 这个基础上呢 你得慢慢的修改 通过改这个网络 之间的相互连接 然后来慢慢的 把英语这个字典 慢慢增加进去 当然呢 你如果还有其他英语 所相关的这个语法 这个其他区域的这种网络 也得做配套的进行修改 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够增加第二万语 通过这个小孩学语言呢 我们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 比如啥呢 比如说你家小孩 比如说是一个纯种的一个 中国血统的一个中国小孩 但是呢 比如说他出生之后呢 你就把它放在英国 那么他两岁左右呢 他差不多就会说这个英语 你把它放在德国呢 两岁左右呢 他就开始说德语 所以这说明啥呢 就第一点这个人的这个大脑的语言处理啊 它是与外部的这个环境 与外部的这个 他所经历的这个语言的这种经验 它是有关系的 和AI里边讲呢 可能他就是和这个training data有关 也就是可能是data driven的 这么一套体系 第二点呢 就是说你这些语言呢 它都得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我们叫做universal grammar UG 那么这里边呢 作者认为啥呢 这个语言处理的universal grammar呢 叫做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叫做merge operation 就是合并的这么一个操作 比如说这个pig和这个meat 你可以把它merge在一起 形成啥呢 pigmeat 猪肉 然后呢 你还可以把这个eat 在和刚才那个东西 合并在一起的这个 重新再一次merge 变成eat pigmeat 就吃猪肉 通过这样迭代merge的方式呢 你就可以构成非常复杂的语言 但是呢 这个merge呢 还得有一定的这种规则 比如说 eat pig和这个pig eat 它俩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再比如说呢 eat pigmeat 就吃猪肉 那反过来呢 meat pig eat 它就不成一句话 所以那个人脑呢 它有一套称为 叫有效计算原理的这套机制呢 它能这个决定 这个merge operation的这个规则 比如英语和汉语呢 我们这套规则呢 可能是这个merge的规则 叫足卫兵的形式来merge 那这个日语呢 它可能是兵足卫 这样一套规则 有点像道庄俊 它是这么一套规则 而呢 这个你的就不同的 生经系统呢 那你生经系统呢 它能在这个merge中呢 它还能帮你识别出来 哪个单词 它在里边的具体 这个语法中的作用 比如说哪个单词是畏语 哪个单词是主语等等 那这个人的语言处理 这个复杂的处理 这个生经网络呢 它主要通过这个图一的 这四条这个通路呢 来描述出来 我们知道呢 有点类似于这个视觉系统 或是听觉系统 那这个我们这个语言系统呢 它也分为 刀手流和这个venture流 就是背流和腹流 那视觉系统和听觉系统呢 它这个刀手流呢 处理这个where的信息 比如它会告诉你这个 比如说这个背景的一些信息啊 等等 那venture流呢 它就主要处理这个what的信息 它会告诉你 比如你看到东西 它是一个房子啊 还是一个人啊 你通过这个人脸 你知道它是张三啊 还是黎世 那这个语言系统呢 它也有两个 它也有刀手流和这个venture流 而且作者首次提出杂呢 这两个刀手和venture流 分别有两个流 所以一共有四条流 我们首先看呢 这个粉色的这一条venture流 它呢 是由这个posterior superior temporal cortex 就PSTC 它呢 到这个 保尔卡四十五区 它俩之间呢 通过这个白子树 IFOF inferior frontal occipital 这个facicle 这个白子树 这个连接 那么这条通路呢 它主要处理啥呢 将这个声音呢 变成这个语意 或者说词的意义 这样的一个语言的处理 比较初级的这种语言处理 然后呢 我们再看那个第二条呢 就是这个黑颜色 那个比较短的那个 它呢 这也是一个venture流 它呢 是这个 从这个anterior temporal lobe ATL 它呢 连到这个 前面这个frontal的 frontal的这个opculum 这个区 它俩呢 中间通过这一个UF的 这个白子树 这个通路呢 主要说也是处理余意的 而且呢 它主要处理啥呢 叫做 combinatorics 就是组合 合并的意思 这种意义 比如说白和码 这两个单词 合成白码 这种意义 那还有两个 这个dossal流的 这个passway 那么首先说 这个蓝色呢 就是我们本文 主要强调的 这个passway 它呢 是由这个 Borka44这个区呢 连到这个post supertemporal这个区 主要呢 由这个 accuate 这个facicol 这个白子树 就AF这个白子树 它呢 主要是处理 这个复杂 这个语法的 人才独有的 专有的 这个 待会我们会具体讲 最后那个呢 是紫色的那个 它呢 是连接啥呢 这个posterior 这个temporal这个区 到这个premotor cortex 它主要经过啥呢 这个superior longitudinal facicol 就是slf这个白子树 那么这个呢 它主要处理 由听觉到motor之间 这个关系 比如说 你一个班长 想要转 然后你就转动 你的脚踝 然后转到右边去了 那这个过程呢 就是由听到声音 然后变成这个motor 这个动作 可能就和这个 紫色的这个passway 是有关系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集中看 这个Borka 这个BS4这个区呢 那经由这个af 这拍子书呢 连到这个pstg 这个 这个连接 我首先呢 讲这个 什么叫做possible language 什么叫做impossible language 就是说 如果你满足 这个universal grammar 也就是这里边 所说的这个 merge operation 的这种规则的话 这样的这种语言 或句子 我们称为这个possible language 那么比如说啥呢 这个唐僧奇马 那它就是满足 这个主位兵 这种 这个merge的这种规则 它是possible 那么呢 就是唐僧奇 这种呢 它就是impossible language 它不满足这个语法规则 不满足这个merge operation这个规则 那么呢 它就做这个发现啥呢 这个 这个Borka 44这个区域啊 它的activation呢 只有在这个possible language的时候呢 这个区域呢 才被activated 并且呢 这个区域activation呢 它与语义呢 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比如说 x奇黄河 那也是 B44这个区域呢 也是被activated的 它和语义没关系 具体什么含义 就没关系 它和语法有关 那所以呢 是因为啥呢 这个B44这个区域啊 它做这个 build up 这个synthetic structure 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构建这个语法结构 你有很多这个 比如单词 它怎么来通过语法 构建出意义 它起这个 这么一个作用 而且呢 所有被撤的这些人呢 它是 这个B44这个区域的行为啊 这个activation的行为啊 它都是一样 都会愉快有关 并且呢 这个 人们知道啥呢 这个B44这个broker区啊 它是这个进化上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崭新的一个区域 就是说呢 这个人和猴子相比 猴子的这个B44这个区域很小 但人呢 就比较大了 而这个相对比来说 比较一个old的这种区域呢 比较老的区域呢 比如FOP 就是Opculum 我们这个区域呢 这个猴子就比较大了 人也比较大 那它这个区域 我们刚才也讲 它主要做什么呢 这个Combinatorics 比如说这个白和马 并且来是白马 这样的一种 就是没有语法的这种合并 这样的一种关系 就在这比较old的这区域 所以说那猴子可能 它也有这个功能 但是它语法功能呢 尤其是复杂语法功能呢 这猴子就不行了 那还有人做实验呢 就说这个语法还越复杂 那个BS是这个区域的activation呢 就越高 那就说啥呢 比如说你读这个GRE的这个羊鹏蓝句 那里边有很多这种欠套的语法 又迭代呀 这些语法 那呢 并且它也都满足这个merge operation的一些规则 所以说你读这羊鹏蓝句的时候呢 估计你这个Belka44这个区域的activation呢 可能一直处于这个超负荷的这种状态 Android他们小组说啥呢 这个理解这个一个长的句子啊 你不单需要这个Belka44这个区域activation 你还需要啥呢 PSTG这个区域呢 也有非常严重的这个activation 所以呢 他们就测量这个两者之间的这种连接 也就是这个Accurate Faccicles 这种白子数 就AIF那些白子数我们刚才说的 它可以测查啥呢 通过这个DTI可以测查这个melination 这个长层的这种白子数 白子之间的这种连接呢 我们说这个 经常有这个melin白子呢 这个melin这个随窍尔粒进入包裹 这个白子呢 它可以这个控制这个信息传递的这个速度 它包在Ankoson上 也可以控制它的质量 那Android他们组的反映咱 那这个AIF这个白子数的integrity呢 可以预测这个人呢 这个对语法理解复杂 尤其复杂语法理解的 它这个表现 比如integrity越好 它表现得越强 尤其是成年人 它的integrity非常好 所以成年人呢 它善于做这个复杂语法的这种处理 那我们看这个图二 就新生儿 还有一些猴子 他们呢 基本差不多呢 没有这个连接这个 Blocker 44到这个Pstg这个区域的 这个AF的这个白子数 那么呢 而那个小孩呢 就往往当你成长到 6到10岁这个时间以后 那我们看那个B图 那个紫颜色的这个 AF这个白子数呢 它才会这个发育成熟 才会发育出来 那这个时间段呢 也正好是儿童呢 学习语法知识的一个 非常关键敏感的一个时期 那么呢 这个连接呢 就是AF这个连接 连接BS4和这Pstg 它呢 就是对这个复杂语法的这种处理呢 它是这个至关重要的 那相比之下呢 比如wantro的这个ifof和这uf 它呢 主要做这个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两个白子数了 它主要做这个 通过声音变道词译 这种处理 那这两个白子数还包括啥呢 到手的那个SRF 就是啥呢 就是把那个Pstg到这个Premotor 来通过听到声音呢 产生这个动作 这个白子数呢 它呢 这几个白子数呢 它都是这个婴儿 婴儿期很早的时期呢 它就已经发育好了 那只有呢 这个与这个复杂语法处理相关的 这个AF这个白子数呢 它发育呢 相对比较晚 一般在6岁到10岁的 这个时间呢 来发育成熟 那6岁以前 那小孩怎么理解 这爸妈妈说的话 并且通过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呢 它靠什么样的呢 那就说2到6岁之间呢 这些小孩呢 他呢只能用这个 Blocker 44区前面 那个 也比较靠近Blocker 45区的那个区域呢 做比较简单的一些 统计性的这种 语法统计性的这种理解 那其实2到6岁小孩呢 他也不会讲出那种 Recursive 比如这个hierarchical的那种structure的那种复杂的句子 所以直到10岁左右的时候呢 这个左侧的这个Blocker 44 Blocker 44这个区域呢 做复杂语法分析的这区域呢 才开始逐渐变成熟 而且呢 它的功能呢 10岁以后呢 才会显著的区别于右侧的Blocker 44这个区域 右侧呢 可能处理这个 这个韵律 这个Prosity 左侧呢 主要处理这个复杂语法 那总结一下本文呢 就是主要讲的这个 人与猴呢 这个或是其他动物 最本质的区别 就是语言的这种 复杂语法处理的这个能力 这个能力呢 主要和人的这个Blocker 44这个区 通过这个 AF这个白子数呢 连到这个PSTG这个区 这个连接 它是密切相关的 当然包括连接两端的 Blocker 44这个区 和这个Post Superior Temporal Cortex 那有了这个复杂的这个语法处理的能力呢 人们就有了这个复杂的这个思想 而且呢 也就有了智慧